其實這個陰在宋代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故事 一個是死了人的故事 其實就是在昆山一代名記 一個叫周梁的女子 她的才藝出眾上貌 也都非常之靚 一個美女有才 也都很聰明 能源善道的這個女仔 她就去做雞 好了,她最擅長 因為她有這麼精巧的特質 她就去騙男人 她就騙了那些公子哥兒 騙了那些公子哥兒 然後就踢走她 飛她的時候 她通常都會彈一首叫做南蛤段夢 這首曲來送別 這個渣乾渣正的男人 然後她就立即找另一個 有一天她就搞著宋公明的弟弟 宋公明就覺得奇怪 她的弟弟樣子又衰 又什麼鬼都沒有 怎麼會有個美女來 跟她一起的 還說跟她結婚 用回現代語言來說 宋公明就火滾了茶漢之後 然後就爆了那些東西出來 那些人就知道原來是糟糕 然後就被人燒死了 這個名記 崑山名記 是一個中國很古典的文化 所以 之前就拍過一條片 很簡單的表達 並不吸引 但我對於這個字音背後的意思 文化 我覺得挺吸引 所以 咦? 這個字音背後 是男人歷 世世代代都是被女人欺騙的一個故事 唉 真是 慘